金哲吹其土 道冷四书 为什么说要重视节气金哲 金哲这一天很重要 从金哲开始春雷就会比较多了 金雷一声万物春回 那些折服的冬眠的小动物就逐渐苏醒了 那么在古时候民间的还会有一些做法 比如在这一天的时候要记雷神 而且还会有吃梨 吃梨的意思是用了他的谐音 让那些苏醒的小动物远离庄稼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在金哲这一天呢 人们要注意观察天象 那有句谚语 金哲吹其土 道冷四书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在金哲这一天 如果你发现刮大风 尘土飞扬的时候 意味着倒春寒来了 那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往后大约一个月多一点 那么可能都会比较冷 这是给你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因为很多人春天一到了就热了 就开始要脱衣服了 如果你看到这一天刮大风了 你不仅不能脱衣服 而且还非常注意保暖 第三点 我们民间有熟久的习俗 那到了金哲这一天呢 已经进入到九九了 民间所说 九九加一九 耕牛遍地走 所以从金哲这一天开始 人们就开始要忙于春耕了 我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至少便永远